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二品里面 然后讲那个 这个当物建缘 就是分别光说 就是我们前面讲这个因果院 就是因果院当中呢 就是先这个分别讲 这个寺院 寺院里面呢 就是讲这个当物建缘 当物建缘当中呢 就是这个分别光说 就是在我们整个三节当中呢 就是可以说 有路和无路的心 就是归纳起来的话 是有十二种心 然而这十二种心呢 就是在八种世界 八种情况下 如何产生的 也就是说 有路的心和无路的心 互相怎么样产生的 整个三界轮回和三界轮回以外的世界 也可以说 世间和初世间当中的心 全部归纳起来的话 有十二种心 那么这十二种心在三界当中 如何互相作为当物建缘 就是昨天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 欲界当中的善心 欲界当中的不善心 欲界当中的有福无际心和 欲界当中的无福无际心 就是这四种心呢 他自己作当物建缘 就是产生多少个心 然后那个其他心呢 就是作为当物建缘 就是产生他们这四个心呢 以如何方式来产生 就是昨天前面已经宣讲了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呢 就是下面说这宣讲的内容 就是有两层意思 就是一层意思呢 就是这个色界当中 就是色界当中的这个三心 色界当中的有福无际心 色界当中的无福无际心 这三种心呢 就是他们自己作当物建缘 就是产生哪些心 就是然后其他其他心呢 就是作当物建缘 就是产生这三个心 是怎么样这个产生的 就是这是第一层意思 然后第二层意思当中呢 就是讲这个无色界 无色界呢 就是也同样有这个三种心 就是昨天我们前面也讲了 因为这个色界和无色界呢 它只有这个有福无际心 就是没有这个不善心 就是不善心呢 就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无色界和色界的话呢 就是只有这个三心和 有福无际心和无福无际心 就是这三种心 那么这个第二层意思呢 主要讲就是这个无色界的 这三种心吧 就是三心和 然后无福无际心和有福无际心 这三种心作当物建缘 然后就是产生哪些心 然后其他心呢 就是作当物建缘 就是产生这三个心的时候呢 就是怎么样 有多少个心 就是有多少个心 能作当物建缘的有多少个心 就是主要讲这个问题 因此我们这个呢 一般来说 那个解释居士论的颂词的时候呢 就是恐怕这个有点这个困难 就是因为现在那个有些将义的话呢 就是它前面没有这个科判 就是没有科判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现在这个三界的心 是什么样这个分下来的 但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呢 就是科判就是讲的比较这个分析 就是因此呢 就是我们讲那个因果的时候呢 就是突然为什么讲这个三界的心呢 主要讲这个当物建缘 就是当物建缘当中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前面我们讲当物建缘的时候 也是说这个当物建缘呢 主要是以这个心和心作方面的 就是外面的这个不相应性 和外面的无尽法呢 就是它一般都是没有案例在这个当物建缘 因此呢 昨天我们前面已经这个分析了 这个余界当中的这些这个心 就是三心和这个不三心 就是这四种心呢 就是已经这个分析了 那么今天呢 就是在这个 昨天是余界当中 就是今天是这个色界当中的心吧 就是 那么这个色界三心生是也 彼有旧心无间神 就是它说这个色界当中的三心呢 就是它可以生出那个是一种心 就是它自己做当物建缘 然后呢就是可以这个产生十一种心 有 比有旧心无间神 就是 然后这个色界的这种三心呢 实际上是它是这个依靠九种心 就是 九种心的这个当物建缘 然后呢就是产生这个色界的这个三心 有佛 有八心 众生 比一心产生六种心 就是 然后这个色界当中的有佛无极心 就是有佛无极心呢 就是它是这个有八种心呢就是可以产生的就是这个八种心呢就是作为这个等物建缘就是可以产生那个色界当中的这个有佛无极的心 然后这个色界当中的有佛无极心呢就是它可以产生六种心就是它自己呢就是作等物建缘然后这个产生六种心就是这些呢就是下面都已经分析了我们这个耽误时间在这里就是从事上面就是不讲吧 下面就是说这个无佛无极三心生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色界当中的这个无佛无极心呢就是就是就是由这个三种心作等物建缘而产生的就是就是社界当中的无佛无极心是由三种心做等物建缘 然后彼宗产生六种心 这个舍戒当中的五福无际心 他自己做等物见缘 然后从中产生六种心 从中产生六种心 这个在从此当中就这样说的 总而言之舍戒的所有的心 就是舍戒的所有的心 中的分类的话 只有这三种心 然后他们做等物见缘产生这么多 然后其他的心 就是做等物见缘产生这三种心 就是这样讲的 首先我们看看舍戒的三心 舍戒的三心 他自己做等物见缘 然后就是产生十一种心 就是产生十一心 那么是哪些十一种心呢 相续是子弟的三心 我们前面讲了 在八种十分的时候 在相续的时候 舍戒的三心 他自己擦了擦了后面 就是产生的话 这叫做是相续是子弟产生三心 这个就是比较好懂的 然后就是同地是 同地是大家都知道 昨天我们分析愚戒的时候 就是同地的时候 就是有三种心 除了他自己 比如说这个三心的话 他三心自己 已经属于在相续是当中 所以他自己不包括 然后其他的话 比如说愚戒的三心的话 愚戒的三心 他可以产生不善心 他可以产生有乎无极心和无乎无极心 他可以产生其他的三种心 但是在色戒当中的话 只有无乎无极和有乎无极 没有不善心 因此在子弟有两种心 这个同地是有两种心 这样的话 相续和同地是两个加起来 在这个中共有三种心 下面说 同地是子弟者嘉兴三张的三种 嘉兴三当中 他可以有三种无无极心 三种嘉兴三当中 除了供巧心以外 就是义俗心和华心 然后还有唯一心 这三种心可以产生的 实际上就是无乎无极心的意思 然后居生心 居生心三当中 出现华心 华心中出现供巧心和唯一心 这是他们之间的内部的关系 意思就是说 在子弟时 三心 不管是你居生三也好 还是嘉兴三也好 凡是在色戒子弟的时候 他可以产生无乎无极心 就是无乎无极心 这是一个 然后色戒的三心 他可以产生有乎无极心 有乎无极心 有供巧以 这个有乎无极心是怎么产生的呢 有供巧和唯一心中产生的 总而言之 他是产心当中产生无乎无极心 无乎无极心当中产生有乎无极心 这样的话就是这是子弟的三心 这是子弟 刚才那个同时弟的两种心 就是有乎无极心和无乎无极心 然后前面就是相续式的 有三心产生三心 中的来说的话 色戒的三心在子弟的时候 不管是你那个同弟也好 还是相续式也好 然后产生三种心 这是子弟的三心 然后初定式欲界的两种三心 刚才那个色戒的三心 它可以产生十一种心 前面的三种心大家已经清楚了 然后在初定的时候 在初等的情况下 它可以欲界的两种三心 初定的时候 因为色戒的这种三心 依靠色戒的三心 初定的时候可以产生欲界的居生三和加星三 两种心可以产生 刚才三种心上面加上的话 那五种心了 然后如化心是欲界的无乎无极心 它依靠色戒的三心 依靠色戒的三心 它显现化身 显现化现的时候 欲界的无乎无极心 接下来可以产生的 这是五个 六个了吧 然后接生是欲界的不善心 然后它死的时候 依靠色戒的三心 但是当它生的时候 欲界的不善心就已经可以出现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生心一般来说是不善心 这样的话它接生的时候 出现死的时候 都是依靠色戒的三心来死的 但是你来到欲界的时候 这时候出现圣心出现欲界的不善心 然后就七个了 有乎无极心 再加上它接生的时候 依靠色戒的三心 然后欲界的有乎无极心也可以出现 因为接生的时候 依靠有乎无极心或者是不善心 不善心也可以说 这两个心来可以产生 这样的话就已经八个了 这是对欲界来讲的话 是色戒的心 在接生的时候往下可以这样的 然后接生的时候 无色戒的有乎无极心也可以出现的 接生的时候你依靠色戒的三心 然后接生 接生的话 它死的时候都是依靠三心而死的 但是它降生在无色戒的时候 无色戒一般是接生的时候 没有不善心 只有有乎无极心来转世 这个时候产生的 因此无色戒的有乎无极心就个了 入定是无色戒的加行善以及二无罗心 在入定的时候 无色戒的加行善也可以现前的 依靠色戒的加行善可以现前的 然后就可以产生 还有在入定的时候 它可以入于什么呢 依靠色戒的这种三心 入于有血地和无血道的无露的心 这两个可以产生 这样重的加起来是一种心 依靠色戒的三心 然后产生十一种心 这个可以产生的 这是将色戒三心生十一心 然后有比九心无间生 然后反过来说 先反过来说 欲戒的这种三心 依靠九种心可以产生 不是欲戒的 色戒的三心吧 色戒的三心 由九种心可以无间产生的 即相续时候的三心 这个刚才跟前面一样的 同地时候的 华心所生的加行善和 异素生和唯异生 二心所产生的巨生善 它这里面有个这个差别 按理来说的话 在同地时 有福无极心和无福无极心 应该产生这两种 但是它这里 依靠三心来产生 有福无极心没有分的 它的那个心 就是加行善和巨生善 善里面分两种 这个是讲乐特王波的分法 还是自身里面这么分的 希望你们下来过后也看一下 依靠色戒的这种善心 一般来知道 依靠色戒的善心 产生色戒的善心这一点好懂的 然后色戒的无福无极心 产生色戒的善心 然后色戒的有福无极心 产生色戒的善心可能是没有的 因此它这里有福无极心 分两个吧 巨生善和加行善 就是中而言之 就是自敌的善心 就是自敌的善心 刚才同地时候 那个相续是说的 就是自敌的善心 然后那个入定的时候 欲戒的加行善 就是也可以产生 那个色戒的善心 就入定的时候 因为那个色戒的 这个欲戒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 依靠这个加行善 就是闻思修行 就是开始修 最后呢 就是欲戒的这种 这个色戒的善心 就是可以产生的 就是这是第四个了 然后出化行的时候呢 就是欲戒的无负无极心 然后这个 显现这个化行的时候呢 显现化行的时候呢 就是欲戒的这个无负无极心呢 也可以先前那个色戒的善心 出定的时候 无色戒的这个加行 无色戒的这个加行善 就是也可以产生那个 就是产生什么 就是产生那个色戒的善心 就是这个现在反过来讲的就是 这个出定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出定的时候呢 从这个无色戒当中出定吧 就是从无色戒当中出定的时候呢 就是依靠这个无色戒的这个加行善,就是出定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不管是有穴道也好 阿罗汉也好 它在这个出定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这个现前色戒的这种善心 就是出定的时候就是可以现前的 还有这个燃物丁索必老舍 无色戒的这种有无无记性 就是因为这个无色戒的这种 这个残地呢 就是受到这个燃物 就是昨天所讲的一样 就是什么满啊 爱啊 就是这些这个烦恼 这个索必迫的时候呢 就这时候呢 就是自然而然那个 那个无色戒的这种 这个无无 本来是这个无色戒呢 没有这个不善性 就是然后这个 依靠这个无无记法呢 就是不可能这个转世 就是应该必须要 这个有无无记性 有无无记性 这个接下来过后呢 色戒的三性 就是接下来可以出现 所以从反过来讲的话呢 色戒的三性 就是依靠这九种而产生 就是这是欲戒的三性的分性 然后下面呢 不是欲戒的 色戒的 我可能说错了 然后下面是色戒的 色戒的有无记性 就是色戒的有无记性 就是由八种性来产生的 色戒的有无记性 是由八种性产生 也就是说 相续是和同地是自地的三性 就这个跟前面一样的 昨天我们全部是相续是和同地是 有四性这个 那这里呢就是有这个三性 然后戒身是 刚才那个有乎无记性 是由八种性来产生嘛 那这样的话 戒身的时候 欲戒的这个三性 可以产生色戒的有乎无记性 就是因为他那个戒身的时候呢 就是死的时候 依靠欲戒的这种三性来死 但是转生到那个世界的时候呢 就这时候就是他的这个身性呢 就是有乎无记性 就是可以这样的 然后这个一束身也唯一的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是 这个四种无乎无记性吧 就是一般来讲这个无乎无记性呢 有四种就是 一个是那个一束性 一束身的这个性 还有呢就是唯一的这个性 华性 然后呢共桥性 就是这四个性呢 就是叫做是无乎无记性 就是这是我们经常那个 这个预打的吧 就是这个四种这个无乎无记性的话呢 就是这四种 就是所以这个 依靠这个一束身和那个唯一的这个无乎无记性呢 也可以产生那个色戒的这个有乎无记性 然后无色戒的不包括 这也是应该属于这个戒胜当中吧 戒胜戒胜的时候呢就是 欲戒的这个善性和欲戒的这个无乎无记性 可以产生那个有乎无记性 然后呢就是如果是那个无色戒 无色戒的话呢就是他的那个 加性善呢就是不能作为他的因 然后聚生善和有乎无记性和无乎无记性 就是这三个性呢就是可以作为这个色戒的有乎无记性的这个因 因此呢就是依靠这个无色戒的这三种性 色戒 欲戒的就是两种性 然后他自己的这个三性就是 中共呢就是有八种性就是八种性 产生那个色戒的无乎无记性 然后色戒的这个有乎无记性呢就是他自己做这个无间等元 就是他产生多少性呢就是他可以产生六种性 就是色戒的有乎无记性中产生六种性 即相续时和同地时的这个善性和无乎无记性 也就是说这个子弟的善性 子弟的善性它这里这个有乎无记性 有乎无记性的这个相续时的话呢 有乎无记性产生有乎无记性的叫做是这个子弟的相续 然后同地时产生呢就是这个有乎无记性呢就是产生那个善性 然后有乎无记性呢就是产生这个有乎无记的这个化性 就是这样的话子弟的这种善性就是 他这里呢没有这个分加性善和那个聚生善吧 就是他没有这样分 然后接生时的这个愚界的不善性也有乎无记性 就是然后接生时呢就是刚才那个依靠色戒的这个有乎无记性来死吧 就是那么依靠愚界的愚乎无记性来死的话呢 到了这个愚界的时候他的身心呢就是不善性 就是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身心呢也有这个 这个愚乎无记性的就是有两种情况 就是这个接生的时候到了愚界呢就是有两种情况 就是因此这个愚乎无记性呢愚界的这个不善性 和愚界的愚乎无记性也可以产生 然后色戒的这种这个燃无定锁毕老师呢 就是愚界的这个二种性呢就是也可以产生 因为那个色戒的这个这个禅定呢就是生起这个厌烦性 或者是生起这个傲慢性的时候呢 就是马上从来这个从色戒的这个禅定呢就是坏坏 色戒的这个禅定坏坏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出现愚界的聚生善和嘉行善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色戒的这个有乎无记性呢 就是它可以产生六种这个性 六种性的话呢就刚才那个子弟的三性 然后呢就是愚界的三种性 那么这个他在这个有乎无记性当中转生什么 就是生起那个无色戒的性呢 就是没有这种情况 然后是比如说前面我们这个八种诗当中的就是有些这个 这个如华性诗啊就是触华性诗啊 就是这些是在色戒的这个有乎无记性当中呢就是 就是显现这个化身啊就是这种根本不存在的 只有呢就是往下跺就是往下跺的时候呢 就是下面的这个愚界的这个三种性呢就是可以这个出现的 然后他自己的这个三种性呢就是可以出现的 因此作为这个有乎无记性作为等我见缘的时候呢 就是他的后面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六种性呢就是会出现的 就是在这个所有的性当中呢就是六种性是可以出现的 别的呢就是根据那个就是前面的八十来这个推辞 就是八十的这个情况来推辞的时候呢就是 其他的性诗在这根本不可能有的 因此呢我们那个他其他的比如说那个入定诗啊就出定诗啊 就是这些也是不可能吧 因为那个色戒的这个有乎无记性呢就是他不能做那个入定的 这个入定的这个益处就是入定的益处也不能的 然后就是色戒的有乎无记性的话呢就是他这个不能做那个出定的这个出定时候 这个应用的因此呢就他只能在这个用在那个戒神社就是有些坏人的话呢就是只能这个用大家就是其他什么事情的 他不能这个发心就是就同样的就是有些那个就是性呢就是有乎无记性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这个性性质呢就是很恶劣 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只有这个字的的三种因呢就是可以做的 然后这个下面这个余界的这个三种因呢就是啊就是也就是说戒神的时候吧就是戒神的时候呢就是不三性和有乎无记性和还有呢就是这个 什么这个任务定所避劳时候的那个就是这种这个性呢就是可以这个产生的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他就不能做这个其他的移除 就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个推置 当然这个呢就是一般来说很多这个学居士的人呢就是认为是这个比较复杂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点这个复杂 但是你详细分析就是前面的十二种心了解 然后呢就是后面的这个八十已经这个了解 了解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就是好好的这个算的时候呢就是哦对就是这个心呢就是产生的话呢只有这个心可以产生的其他的这个心呢就是不能做动物见缘就是自己慢慢这个预算的时候呢就是比较这个好动 讲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可能我讲的都是不是很快就是是比较这个慢的可能法王讲的是最快的有时候我翻译出来的话呢法王好像那个表面上看来他说的也不是很快 但是呢翻译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还是内容就是特别这个丰富的就是因此我以前那个刚来的时候法王有些讲的那个有些深一点的话呢就是根本就是记不住就是好像想记一下就是马上就是写一个字的时候呢就是发王这样那个其他很多这个内容了就是就呃所以有时候讲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就是不一定能记得到 但是接下来过后呢就是自己这个看的话就这个比较这个呃简单就是简单说来也是俱事论当中是这个这个动物见缘别说动物见缘呢就是大家都害怕 就是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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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这个这个说这个这个别说这个动物见缘的因为这个在颂词上面如果你这个让自己来这个算的话呢就是有点这个困难 讲义上呢就是表面上看来就是这个度呢就不是很困难的 舍戒的五就是下面呢就是我们就刚才那个舍戒的这个三星已经分析完了就是他做动物见缘和其他这个做动物见缘也分析完了 然后舍戒的这个有乎无际心呢就是也已经这个分析完了 然后舍戒的现在是这个无乎无际心就是舍戒的无乎无际心是由三种心这个产生的 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舍戒的无乎无际心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舍戒的无乎无际心 凡事我再不用重复吧这个俱事论里面的有个名词没有动到的话呢永远都是这个遇到他就陌生的 然后你如果最初的时候比如说有乎无际心的无乎无际心呢这些呢就是动到的话呢 就什么时候遇到他就就好像遇到一个熟人一样的就马上就是就这个就能认识了就是他的本体 因此舍戒的无乎无际心呢就是由三种心这个产生的 那三种心呢就是即使相续时候自己这个产生的这个化心就是 也就是说无乎无际心呢就是在这个舍戒自己自己的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化心 化心呢就是可以产生这个无乎无际心就是舍戒的这个幻化的心嘛就是他可以产生那个自己的这种这个舍戒的这个心就是这是一个 然后唯一有异熟二者呢就是也可以产生的就是还有这个 这个唯一心和还有那个异熟心呢就是也可以产生的就是这是那个相续时候的这个产生 然后同地时候呢就是以这个加行善可以产生他 他产生三种这个无乎无际心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居生三 就是意思就是说就是刚才那个舍戒的这个无乎无际心呢就是通过这个三种心来产生的 通过那三种心呢就是一个是那个无乎无际心就是他自己是相续的时候呢 他自己可以产生的然后同地的时候呢就是有加行善呢就是可以产生就是 就是他可以产生就是三种这个无乎无际心 然后居生心呢就是他也可以这个一化化心就是两种呢也可以产生这个有乎无际心 意思就是说是两种善心也可以产生的然后刚才这个无乎无际心 他自己本身也可以产生这样的话呢就是舍戒的这个他自己的这种善心吧 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善心呢就是可以产生的 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这个心呢就是不能这个产生的 比如说这个欲戒的这个善心呢欲戒的这个恶心呢就是产生那个舍戒的这个无乎无际心的话呢 就这种情况也是没有的然后这个无舍戒的这些心不管是入定式 出定式 还是这个化行式 然后呢就是或者呢就是这个这个什么这个 这个什么这个善无定索比老师就是这些的话呢就是产生一个 舍戒的这个无乎无际心呢就是没有这种机会的就是 因此这个舍戒的无乎无际心呢就是全部是他自己的这三种心呢就是产生的 他自己的这个一个是相续时候的这个一种化行来这个产生和 还有呢就是是同地时候的两种这个善心来产生的 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没有的就是那个舍戒的这种三种心这个产生的方式 也就是说舍戒的这种心呢就是通过这三种心来作等无间缘产生 然后舍戒的这种无乎无际心呢就是作为等无间缘 它产生多少个心呢它可以产生六种心 即相续是自己所生的化行 唯一和异熟产生 富为产生这个事就解释它吧 然后同地是自己的三心和有乎无际心呢就是可以说刚才那个 这个无乎无际心呢就是作等无间缘 然后同地的时候呢它可以产生那个舍戒的这个三心 它可以产生舍戒的这个有乎无际心就是这是自地的三心就是 这是那个就是自地的这个三心吧就是 因为同地的时候呢就是先产生一个有乎无际心 有乎无际心然后呢就是再过一会儿呢就是它产生一种这个烦恼吧就是 也可以说这个舍戒的烦恼也可以就会出现的 等一会儿呢也这个舍戒的三心呢就是也会出现的就是 就是所以相续和同地的时候呢在自地的三心就是自地的这个三心就是可以出现的 然后接生的时候愚戒的不三心和有乎无际心 还有这个无舍戒的这个有乎无际心呢就是可以产生的 它在这个接生的时候呢如果它比如说这个舍戒的一个众生呢就是来到这个愚戒来到愚戒的时候呢就是它死的时候是有这个无际心呢就是可以产生的 就是由乎无际心来死的然后那个生的时候呢就是来到这个愚戒的时候呢就是或者是由不三心来降生 或者就是由这个有乎无际心来降生就是有两种可能性就是 因此呢就是它可以产生愚戒的两种性 还有呢就是它接生的时候呢就是无舍戒的这个有乎无际心也有可以产生 因为它死的时候呢就是依靠这个舍戒的无乎无际心来这个死的 然后呢就转生到那个无舍戒的时候呢就是它的这个生心呢就是不是有乎无际心嘛 就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到这个无舍戒的时候呢就是也可以有这个有乎无际心就是 因此呢就是它子弟的这个三种性和愚戒的两种性 无舍戒的这个一种性就是重的来说的话呢就是舍戒的这个无乎无际心呢就是它可以产生六种性 就是六种性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舍戒的这个无乎无际心呢就是它可能 它不能呢就是做那个什么这个除定师也是它不能做这个其他的这个义处 除入定师呢就是它不能做这个其他的这个心这个产生 然后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有学道和无学道的无际心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舍戒的这个无乎无际心呢就是能不能现前呢 就是不能现前的就是 如果是那个这个有学道和无学道的这些无际心的话呢 必须要依靠这个舍戒或者是无语戒的这种善心来这个现前的 就是没有这个善心的话是不能的就是 就是因此其他的我们就是前面讲的八种事呢就是 就根本不可能就是对它能对应就是其它是不能对应的就是 因此这个舍戒的无乎无际心的话呢 只能产生自体的善心和然后这个欲戒的这个两个心 两个心和那个无色戒的一个心就是它可以产生这些心 就是这是那个就是讲这个无色戒就是这以上呢 就是讲这个分析这个色戒的这个这个这个三种心吧 就是色戒的三种心呢它自己做等无奸原就是生哪些心 然后其他呢就是做等无奸原有多少个心可以产生这个余戒的这三种心 这是我们这个前面就是这样分析的 下面呢就是这个分析无色戒也同样的道理 就是这动到一个就下面就就比较这个好动了 就是如果你前面的这个道理没有动到的话呢 就还是这个可能有点这个难懂 下面呢就是无色戒呢也同样的道理就是 就是无色戒的话呢就是也不会有这个不善心就是 然后它呢就是有这个有乎无际心和无乎无际心和这种三种 希望我们这个有些刚学俱世论的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个 有乎无际心啊无乎无际心啊这些不懂的话呢 就是还是互相问一下我们这里金刚道远呢 还是很多都是用这个自己的一些语言来这个表示的话呢 就是比较这个好懂就是你实在不懂的话呢就是你或者看出 或者呢就是到别人的这个看破看破或者是比较这个 这个徒劳清晰一点的一些金刚道远面前 为了什么叫做是无乎无际法就什么叫做是有乎无际心 就是前面不是已经讲是好像讲过 但是你给我能不能这个具体的给我这个说一下就是 你能不能再给我讲一下再讲一下 然后就是讲了两三遍七八遍的话呢 有些是有人来心比较强一点的或者是有些这个 这个好一点的人的话呢就是他可能想想细细的给你这个介绍 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一次不懂呢就是永远都不懂的话 是有点这个遗憾就是你一次不懂呢就是可以这个反反复复 尤其是在辅导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辅导的过程当中呢就是 就是你不懂的时候呢就是就马上这个问就是 就是接下来以后的就是问一些问题 互相就是讨论一下就是这个很重要的 因此呢希望大家还是我们这个毕竟这个学了这个句子的话呢 就是还是很多名词和很多这个法语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就是应该这个搞懂就是 这是那个色戒当中的这个有乎无际心的那个就是分析已经 那么这个色戒的这个全部这个在三中心呢就是已经分析完了 下面呢就是讲这个五色戒就是五色戒呢就是 五色戒的这个五乎无际呢就是也同比就是 指的意思是这个五色戒的这个五乎无际心呢就是前面刚刚讲的那个 色戒的这个五乎无际心呢就是一样的 就是一样的为什么叫一样呢 就是因为就是色戒的五乎无际心呢就是用三种心来这个产生的 然后它自己呢就是可以产生六种心 就是这个跟五色戒的五乎无际心呢就是相同的意思 就是一同比 然后这个三星产生九种心就是五色戒的这个三星呢就是 它可以产生九种心 比有六种心产生 然后这个五色戒的这个三星呢就是通过六种心来可以产生的 就反过来讲就是五色戒的这种三星呢就是由六种心来就可以产生 然后这个有福七星生七星就是 这个五色戒的有福无际心就是有福无际心 这个五色戒的有福无际心的话呢就是它是用七个心产生的 就是然后它自己都做当务奸缘就是它能产生七种心就是 所以呢我们这个很多这个有些金刚道友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电脑啊还是一些这个以前的这个物理 尤其是在数学里面的很多这个数目呢就是这个酸的时候都是好像跟这个人老和电老呢就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差别就是寄的也很非常清楚酸的也特别快 但这个局势轮的这些数目呢就是希望大家还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把这个脑袋呢就是用的就是已经这个好多好多年了就是有些地方呢对现在的这个时间还是有一点点这个用 尤其呢就是现在这个一无作用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在有些这个数学里面的这个解放商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数学的这个推理共识这些呢 现在的话呢就是好像这个一直是你们在这个工作上也没有用到这个家里也是没有用到就是在很多生活上都是没有应用但是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巨石轮的这些道理的话呢就是全部是这个分析三界众生的这个心态就是三界众生的这个心态如果如实的这个能分析的话呢就是能通到这个玩法的这种这个必要性 因此呢我们的这个脑袋的话呢就是以前在这个其他地方这个运用的时候呢就是非常这个聪明就是因此这个现在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应该这个有时候这个把这个脑袋就是好好地用一样实在是不好用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大大的棍棒呢就是然后这个好好地打一下就是最好不要受伤 我这个脑袋实在是不好用就是然后呢就是用这个其他的东西呢就是敲一敲就可能好一点就突然开悟也不知道就是 然后这个色解的这个色解的这个它这里这个色解的 色解的无福无极心由三种心产生他呢就是产生这个六种心同样 互色解的无福无极心呢就是也可以一次类推意思就是说 就下面可能解释了吧对 即由相续和同地使这个三自敌的这个三心就是产生就是他那个产生的话呢就是他这个相续和自敌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这个前面跟一样的就是 相续是艺术产生也可以的 然后同地的时候通过赞心 有福无极心跟前面应该一样的 这是无色戒的无福无极心 其他的心做等我见缘可以产生无福无极心 这样的心有三种 然后由他生 由他产生六种心 那六种心呢 结生的时候愚界的二烦恼心 二烦恼心是下面也经常有时候用吧 口号里面写了一个不善心和有福无极心 我们愚界的二烦恼心实际上是不善心和有福无极心 下来的时候不是无色戒的众生吧 比如说无色戒的众生他死的时候 他死的时候依靠无福无极心 然后直接堕入到愚界 直接堕入到愚界的他生的时候 也许他的心是不善心来生的 也许他的心由无极心来生的 所以有两种可能性的 我们昨天讲了一般 愚界和无色戒之间有四种远离 四种隔离 四种隔离的话 只是我们愚界的心 现前无色戒有这种困难 所以无色戒下来的时候就可以转生到愚界 转生到愚界 如果转生到愚界的话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他的身心是不善心 或者他的身心是有福无极心 然后刚才无色戒的有福无极心 作为当无奸缘 然后在接生的时候 色戒的有福无极心也可以产生的 他就转生到色戒天人的时候 他在降生的时候不善心是没有的 然后依靠有福无极心来降世 有福无极心 所以我们昨天接生师所讲的 这个道理还是很重要的 他死的时候有善心和恶心 这些都可以死 但是生的时候一定是 或者是有福无极心 或者是不善心 那么无福无极心当中产生的也没有的 善心当中产生也是没有的 这个道理比较关键吧 不然我们经常现在中间内头的时候 可能有些地方比较模糊 所以色戒的有福无极心 色戒的有福无极心也可以产生的 然后相续是子弟的一殊胜 这都是无福无极心 然后同地时候 子弟的三心也可以产生 还有子弟的有福无极心也可以产生 这样一来的话 无色戒的无福无极心 它自己是通过三种心来产生的 然后无色戒的无福无极心 它可以产生欲戒的两种心 色戒的一种心 子弟的三种心就是中的加起来 有六种心可以产生 然后无色戒的三心当中产生九心 刚才无福无极心已经分析完了 下面就是无色戒的三心 就是盖无色戒的三心 盖你考试了 就是 无色戒的三心是不是盖我考试 然后旁边的这些人马上要翻书 是不是这个地方就靠 以前如果没有这个看书的话 现在考试的时候有这种现象 是不是马上要这个看书 然后就是刚刚把这句话已经记完了的时候 然后翻另一另一个地方 就是你在这里考报 不用你看了的地方 现在是盖第二个就是无色戒的三心 然后这个同地的时候 这个无色戒的三心作为盈 然后它可以产生无福无极心 还有它可以产生有福无极心 这个三种心就是子弟的三种心 然后入定的时候 两种无露心 二无露心入定的时候 依靠无色戒的三心 因为无露的心必须要由三心来产生的 无色戒的一个众生 它就是在入定的时候 就是先前有学到的无露心也可以牵牵的 然后无学到的阿罗汉的过位也可以牵牵 这个也是入定的时候可以牵牵的 一般不入定的时候不能牵牵的 因此入定的时候 这两种心可以产生的 出定的时候 就是色戒的三心 它在出定的时候 可以牵牵到色戒的 因为出定的时候 有时候依靠无色戒的三心 然后牵牵色戒的三心 这个也可以的 接生的时候 欲戒的二烦恼心 刚才二烦恼心指的是不三心和有乎无极心 接生的时候依靠无色戒的三心 然后转生到欲戒的时候 转生到欲戒的时候 有两种可能性 刚才跟前面一样的 还有色戒的有乎无极心 如果它转生到色戒的话 那么色戒的身心只有是有乎无极心 这是刚才讲的 无色戒的三心 它可以产生九种心 它可以产生九种心的原因是这样的 然后无色戒的这种三心 它是通过六种心做等物见缘 可以产生无色戒的三心 下面说无色戒的三心在六种心之后可以产生 它在六种心过后可以产生 哪些是六种心呢 相续和同地时候的子弟的三心 这个三心产生于无色戒的三心 然后有乎无极和无乎无极心在同地时 但这些都不用讲吧 就是三心 凡是三心就是无色戒 它自己的相续时和同地时的三心做它的因 这个是三种心 在六种心以后怎么产生呢 相续时候的三心产生三心 还有同地时候有两种产生无色戒的三心 这个跟前面讲的基本上一样的 然后入定的时候色戒的心 就是入定的时候依靠色戒的三心 产生无色戒的这种三心 入定的时候一个色戒的天人 他依靠色戒他自己的这种三心来入定 最后就是先前那个无色戒的三心可以出现的 出定的时候无色戒的二五六心 出定的时候二五六心后产生无色戒的三加心 出定的时候依靠二五六心可以产生无色戒的三心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也不能现前 欲戒的这个心不能现前 我们昨天已经讲了欲戒从所义方面 所义方面的话比如说欲戒的这个心作为所义 然后先前无色戒的这种三心 无色戒的这种三心他的心意方面不能的 然后他的形象和所义 形象和所义的话比如说欲戒和色戒之间 他形象观的时候就认为欲戒的心很粗大的 色戒的心很细微的 然后用这个形象方面来作为观修的话可以的 所义也是这样的 但是无色戒和欲戒之间没有这样的方法 认为无色戒很细微的 欲戒的心不细微 中间这个超越是没有的 还有昨天这样的对质吧 对质的话比如说欲戒的烦恼 就是用色戒的这种烦恼可以对质 就是色戒第一禅的比如说正禅 第一禅的正禅可以对质欲戒的烦恼 这是可以的 但是色戒的这种烦恼 就是欲戒的这种烦恼用无色戒的这种禅 对质的话也是没有的 所以前面已经讲了四种原理 这是无色戒的三心 刚才前面讲无色戒的无腐无极心也讲了 然后无色戒的这种三心也已经讲了 下面就是讲无色戒的有腐无极心 无色戒的有腐无极心当中可以产生七种心 那七种心即相续和同地是和子弟的三心也是同样的 然后接生的时候就是欲戒的二烦恼性 依靠无色戒的有腐无极心 在接生的时候死的时候依靠有腐无极心来射 然后到了欲戒的时候生的时候 两种烦恼可以会出现的 不三心和有腐无极心可以出现的 然后色戒的有腐无极心也会出现的 如果你转生到色戒的话 色戒的时候没有不三心 因此他的身心有腐无极心可以出现的 然而然无顶索毕露是色戒的加行善 如果无色戒的禅定受到了违缘受到了损害 然然无顶索毕露的时候你退迟到色戒 退迟到色戒的时候色戒的加行善 也就是说色戒禅定的善法可以现前的 这样的话中共子弟的善行 然后欲戒的两种心色戒的有腐无极心 还有色戒的燃无顶毕露时候的色戒的善行 中共加起来有七种心 依靠无色戒的有腐无极心作等位见缘可以产生 如同无色戒的有腐无极心产生七种心一样 它也有七心当中产生 反过来讲刚才无色戒的有腐无极心 它可以产生七种 它自己本身也依靠七种心的等位见缘可以产生的 那七种心即是相续和同地时候的三种心 然后接生时候预解色戒的二三心 接生的时候依靠预解的三心 然后依靠色戒的三心来也可以转生 然后还有异俗和唯一的有腐无极心 今天讲到这里吧 今天讲到这里吧 字幕志愿者 拍摄 吱 Bes傾向神 У€$%&& 喜好